相信最近第五人格三金激光霜的連動皮膚 大家都拿到了吧 那麼今天我和小黃鴨就給大家表演一首絕火 四手六球 老婆你看旁邊那個玩刀的 他好像挑狗啊 好讓我們進入遊戲 這個時候肯定就會有小觀眾要問 當然 怎麼小黃鴨不見了 為了避免大家說我們獵狗 我讓小鴨單排去了 怎麼樣夠照顧你們了吧 不說了開局先壓個樹 感覺好久沒有見到愛哭鬼了 我都快忘記怎麼溜了 也人招鬼了 帶休機性溜鬼 果然是魔咒 你怎麼跑到我這裡來了 還把我樹給拆了 還敲電機 我不會以為你有休機性我就會讓你了吧 那愛哭鬼去追誰了 哎呀我就知道 來吧讓我三金西瓜蟲大掌鬼火男孩 先丟個白球浪距離 不能說這個皮膚真的很喜感 這是誰想出來的 感覺我不是在避免鬼 而是穿著西瓜霜的廣告在逛街 愛哭鬼前期逛街的時間很多 這把機會還是很大的 握板子先躲個火 然後貼模型騙他收到 再交一個火球拉距離 這個位置他要么踩球要么繞路 看到沒有 他沒了火他就沒辦法趁我翻板拉火了 直接翻板加速衝回教堂 稍微走路位啊 你全部拉 然後穩一點 交個黑球跳進去 蛤?這火你讓我怎麼躲啊? 這天蓮火就離譜 不過也還好 他還踩到黑球了 這個板子先放了 一會兒說不定可以繞回來 下一個點 感覺可以往那個小門廢墟過去 愛哭鬼現在沒有開一階 只要跑馬拉松 他絕對是追不上的 小卓多個火啊 反手就是一板子 休息休息 反正爹地也只剩一台了嘛 這一波他們還能兩個人一起來就 穩穩當當 這兩個人怎麼被攔截了呀 直接衝啊小夥子 完了這個雪晶我感覺 過半秒就啦 電機才77% 這不會不夠吧 完了還吃了個火 愛哭鬼貪了一刀啊 哪感覺電機夠了呀 快快快 跌了跌了 我手上還有個火球啊 這把三跑肯定是有了 看我白腳躲到 大樹救我 大家不要誤會 啊我一看就知道這個愛哭鬼啊 哭得太多 把嗓子哭啞了 外加喉香溃洋 咽喉腫痛的 特地把自己留下來給他治一整 絕對不是因為溜不動啊 畢竟保護咽喉 人人有責嘛 溜啦溜啦 還會再見嗎 觀眾朋友 再見的時候 你要點贊關注好不好 觀眾朋友 你要點贊 你要關注 好不好 點贊 關注 你以後可能刷不到我啦 沒關係 你也給別人點贊關注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沒有你我可怎麼活呀 朋友 觀眾朋友